我给大家讲过歪瓜烂枣特别好吃 为什么 你到这树上去挑 你说你也不知道尝一尝哪个好吃 我告诉你 哪个长得歪 哪个长得丑 哪个被虫子啄过 那个就好吃 为什么 他受到伤害以后 他就要成熟 他要赶紧繁衍后代 所以你看《红楼梦》的时候 你就觉得林黛玉怎么那么个色 其实他是病弱的人 那种自我保护的反应 结果后世人狗屁不懂 看林黛玉就说 林黛玉就是肺结核 放屁 肺结核 他屋里头那丫鬟 那个叫子娟早就被传染 我认为《红楼梦》作者不是曹雪奇 是曹雪芹的爹 曹雪芹生下来已经没落了 他没想过几天活 他写不出那么好的东西